原来杀死玉二小姐的凶手竟是玉成城主 眼见没有证据 玉成主并不承认 于是李莲花揭穿了云娇与她之间的关系 这花花飞絮呢 才是云姑娘情之所欣 原来云娇爱慕的不是宗正公子 而是入坠玉成的蒲先生 而她手上带的花坠蒲公英 便是蒲家的家徽了 皮影更是蒲家的绝学 拿她用来杀人 也真是太对不起祖宗了 没想到 这时的玉成主还在嘴硬 自己又何必要做这么多幸福 让尸体曝光 谁料 方多并早已查到 她在外面赌方的欠债 好赌诚信的她 为了做假账还债 只有证明玉二小姐离其死亡 便可继承更多的财产 因此上演了这出戏码 而云娇痴心错付 还换来被杀 因此不再装傻 愧疚地承认了 玉成主与自己的所作所为 徐木兰 这一切 你该承认了吧 眼看自己已经暴露 玉成主起了杀心 发出一针油丝夺破针 好在方多并及时挡住 玉成主乘机破窗而逃 随后被追上来的宗正公子 一掌劈空掌击中 也就是这一幕 让李莲花终于明白 为何玉二小姐 身上会有两处致命之伤了 原来金针和掌风并不是同一人 宗正公子 那一记劈空掌 是你打的吧 我是会劈空掌 可我为何要杀他 因为你与玉夫人 有私情 而且你身上沾有 玉夫人 寝月米的桂花香 而常年睡客房的 玉成主身上都没有 原来二小姐的未婚夫 与玉夫人早有私情 那天两人相会 意外被窗外的 二小姐撞见 听见窗外的声响 害怕私情暴露的宗正明珠 慌忙朝窗外打出一场 受了重伤的小姐 伤心欲绝地找到闺蜜 结果又撞见了闺蜜的私情 被情急之下的玉成主所杀 我们都有份 他本来不该死的 是我们 可怜的玉儿小姐 在诺大的玉成 竟无一人爱她